特別企畫 史上首次的童星轉大人 舞技不輸人國標爭霸賽 這次邀請到四位紅遍大街小巷的 昔日小童星前來拚舞技 到底誰的表現能更勝一籌 獲得評審老師的青睞呢 最精采的賽事千萬別錯過 今晚的精采節目 對 童星轉大人 舞技不輸人 喂 童星 你有沒有聽到後面 真的不輸嗎 MURMUR 一直MURMUR 這樣好嗎 他們願意來挑戰這個舞台 我非常非常的驚訝 我們有了解他們是誰 不然從哪裡開始 從個子最嬌小的好了好不好 最右邊 來 你本人來我們中間 我是哈比界的名模 哈比界的名模 那直接讓觀眾 來看你的廬山真面目 3 2 1 歡迎楊佩傑 嗨 我是七歲又出道的小童星 第一個演的戲是 姚條奶爸跟循星演的 有幾個作品 其實是我自己覺得 比較印象深刻的 比如說像廉政英雄 然後還有普莊的那個龍飛鳳舞 那是一個演員 一個小丫鬟 可是那個就從頭到尾 就是俏皮可愛 因為我其實不小了 所以我想要讓自己 也讓大家看到 我可以有一些比較性感 知性 女人一點的東西 嗨 大家好 是 當初非常當紅的小童星 我們的佩傑 太可愛了 你有沒有看過他演的戲 我從小看他演的戲 我從小看他演的戲 誰追你這樣說 可愛 不過我的印象當中 我從來沒有看過佩傑跳舞哦 因為其實我在今年底 有期許自己做很多不一樣的事情 我希望大家除了看到我會演戲以外 還可以長勇氣去做別的事 期待你等一下的表現 期待 好 歡迎你 謝謝 請先推位 謝謝 好 那我就再來問下一位 來 這個可愛耶 他的唱片 當初賣了一百萬張的小童星 百萬歌星就在我們現場 你把那一首最經典的歌曲 就是唱出來 我想應該就可以勾起很多人的回憶 好不好 來 直接來吧 OK 有前奏就知道了嘛 要我學會 這時尺時都要我聽到有腳掌 你就偷看 就翹腳 來吹一唱 朋友啊朋友 快喝一杯酒 有你我就變有唱 掌聲鼓勵 翹腳來吹一唱 太紅了這個 嚇我一跳 原因是 雖然經過了你的變身期之後 因為那個時候是童星 是的 這個的時候 你幾歲 大概11歲 12歲 11 12歲 我覺得看到這張照片 又聽到他剛剛那一首 翹腳 練水手 很多觀眾朋友 應該知道他是誰了 3 2 1 大家好 老師好 今天好 歡迎汪順吉 你好 我今年36歲了 然後我記得我是11歲就出道 出道的第一張專輯叫做 翹腳 練水手 然後最近就是 除了每一年會固定 發一張唱片之外 偶爾會接接戲 如果真的 可以再給方順吉一個機會 我希望可以再為 全國的觀眾朋友 再唱個25年 說真的啦 多了幾分成熟男人的味道 是 那時候就是 小寶寶的臉嘛 對 那現在是成熟男人的臉 那 其實最讓我驚訝的 是你來參加國標舞比賽 我 我說實話 我看到他的時候 我嚇一跳 是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 以前每次演出都是唱歌 或者是戲劇跟主持 那我覺得這也是想 挑戰自己的激辛 所以這也是第一次 第一次 聽說你第一次穿國標衣 也發生好笑的事情 沒有 因為 在試服裝的時候 老師就說 需要頒嗎 我說不用 這個衣服我會穿 然後全部穿好的時候 我想說 老師應該第一次看我穿舞衣 應該會覺得 我們的體格還不錯 是 可能 出去他們應該會誇張 誇張我一下 結果那蓮子打開 我就看到這個也笑 這個也笑 這個也笑 全部都笑倒 我們在笑什麼 因為我把那個生V 穿到後面去 我還跟老師說 老師這個肩膀會鬆耶 比較大 大了一點 我把身體穿去後面 你到底是要露什麼 給人家看啊 我長那麼大 第一次在 第一次知道 那個衣服不是這樣穿的 不要把你家裡的習慣 開到我們節目裡 好啦 謝謝方勝吉 來 你的牌子 謝謝 好好跳舞 接下來要介紹的這一位 我相信民視的觀眾 一定非常熟悉 是 出道比我久的人 真的假的 這個磁力很 就說你 你還站在旁邊幹嘛 目前他還是活躍於民視 而且幾乎天天都可以看到他 因為他目前就是在拍 我們民視的八點檔 這個呼之欲出了吧 是 那是直接3 2 1 把面具拿下來 3 2 1 王彤 大家好 老師好 我從小就喜歡演戲 然後一直夢想說自己 有一天可以當演員 擁有明星夢的王彤 在12歲 被心探挖掘 因而出道 並在2007年挑戰第一部台語劇 神機妙算劉伯溫 至此開啟了台語劇的戲錄 近幾年更組成了北七樂團 王彤 五年多了 我就知道你要先罵我一頓 我怎麼會罵你 我求之不得 你為什麼讓我們等這麼久 我其實很想來 但是我一直沒有辦法 突破自己的恐懼 那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 契機也好 或是什麼樣的一個時機 讓你轉變 改變你的觀念 願意來參加這次的比賽 其實是看到身邊很多藝人 就是包括欣欣姐 還有小芸 顏小芸他們 就是他們原本從 剛開始有點排斥 甚至有點害怕國標舞之後 到慢慢他們眼睛上面都有發光 就是他們講到國標舞會發光 然後每一個看到我就說 彤彤你一定要去試試看 你一定超適合這個國標舞的 你一定要去試試看 然後我就跟自己默許說 如果今天有三個人跟我講的話 我就來參加舞力全開 結果 結果當天真的三個人跟我講 天意 一切都是天意 對 你看 溜德華早就預言這件事了 然後我就順服了 所以 就當製作單位找我的時候 我就說好 我願意挑戰自己 不管怎麼樣 我們很期待王瞳 除了戲劇上這麼亮眼的 一個演出 也希望你今天可以 突破自己那一關 重拾信心 讓大家覺得王瞳是會跳舞的 是 謝謝王瞳 來 我們左邊請先回座 接下來也就是要介紹 我們最後一位了 來 小芹 我們中間請 小芹 這個時候是 十三歲 現在 貴根 二十七 十四年而已啦 老妹了啦 剛剛是誰講老妹了 她 她故意 她想說還沒比賽之前 就先點燃這個顏小偶 你知道這邊有多少 三十出頭的嗎 對啊 等一下好好的跟她打個招呼 好 我想我們也不用故弄懸虛了 看這一張就知道她是誰了 倒數 三秒鐘之後 拿下你的面具 三 二 一 歡迎楊雅筑 我是楊雅筑 雅筑 我是楊雅筑 我十一歲出道 我第一個出道的作品 就是貧窮貴公子 當時我五年級 也剛好演了一個 五年級的小妹妹 所以開啟了我的演戲人生 之後更陸續接演多部知名偶像曲 近幾年更在民視廉政英雄中 擁有亮眼表現 雖然出道多年 但其實她今年才二十七歲哦 一年多之後你又回來了 歡迎 怎樣 當然 你剛開始跳的時候 的確是 可能沒有那麼協調 可是後來你進步非常非常多 你忘記這件事嗎 跟我自己比 我的確是有進步一點 但跟舞力全開的舞者比 還是差很遠 而且他是這三位 三位 四位裡面 唯一有經驗 站在這個舞台上的人 那你等於是我們這四位裡面的國手 沒錯 不要這樣子 你不要這樣子 你給他壓力又大了 你不要這樣 伸不住耳朵 你忘記這件事情 那我們就直接告訴觀眾朋友 雅筑從來沒來過 他今天第一次來 我是一個寶寶 對 好 不管怎麼樣 謝謝雅筑 來 請先回味 謝謝 好 我們四位都揭曉了 這一場特別企劃呢 我想觀眾朋友有非常地期待 第一組上台比賽的會是誰 好緊張 是恐怖鄉的 你怕什麼 我最害怕這個 對啊 終於要來了 終於 五年終於要來了 我覺得他會抽到我耶 我會抽到你 因為你太愛我了 第一個跳也是跳啊 好 那我不要抽 你自己抽 你絕對看不出來的啦 阿彤你好好抽啊 來 你要自己看是不是 不要 給怡君看 給怡君看 我已經心跳了 希望是兩個字 有啊 幾個字啊 可惜讓他自己抽超過一集 來 歡迎童王 不是 什麼 王童第一次的 比賽當中 回來 你現在是八點檔的女主角 你在幹什麼 不要把舞衣放張了 不是 你不要亂CUE 好吧 伸頭一刀 縮頭一刀 歡迎二位帶來精采的表演 情人 我真的很想你 不知 就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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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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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王瞳 杨茜茜 帶來的盛影 歡迎 其實觀眾朋友 或者是現場的人 對你今天的表現 會非常非常的驚訝 絕對下了非常非常多的苦工 沒錯 我現在 其實這支舞 大概花了兩個禮拜 每天每天 至少五個小時的練習 然後是 我真的很謝謝廣正老師 他會去發掘我的優點 然後幫我擴大我的優點這樣 一直想問妳 終於完成了妳的第一支國標舞 我現在心跳非常的 我們很想聽妳分享 很澎湃 其實我內在非常澎湃 這是我第一支完成的國標舞蹈 然後原來我真的是可以跳舞的 好像真的好像可以跳舞 雖然我還不知道分數怎麼樣 但是我覺得我勝過了 那以前的自己 然後我也覺得 我在國標上找到興趣 我甚至已經報名了下一屆的 明星舞王舞后爭霸賽 對 我已經報名了 謝謝 因為其實你每一次 在練舞的時候 你可以感受到自己的進步 我自從接到了這個 工作以後 這個挑戰以後 我是24小時在想著這件事情 包括開車吃飯 我都是放著 我跟老師一起跳的音樂 以外我去採買大賣場的時候 我也推著推車 跳倫巴walk 我跟你講 妳講的我們完全相信 因為我們有收到獻報妳最近的生活 因為國標改變了 所以呢 有人出賣了妳 什麼 有影片為證 真的假的 有人偷拍 有影迷拍了影片 看一下 這是 這是 這應該是大賣場 這位歐巴桑 這位歐桑 倫巴獲克 你不要鬧了 你不要鬧了好不好 這個聲音好耳熟 你在逛街 你在幹嘛 這口音好像是 有點馬來西亞的口音 對 不要吵我了 而且這個超好練的 我看你轉彎怎麼弄 你轉彎 好厲害 我還可以轉彎轉得很順 我還可以這樣轉彎 對 你轉得很順 不要吵我了 這個超好練的 對 這個超好練 很重心輔助 又有重量 很像很像新的老師 對 聽說那一台 他又直接推回家了 真的 在家裡拿那一台練 從那個王瞳的 除了影片 然後他的訪談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他找回自信之外 但是你眼睛都是散發出 那個亮度跟光芒的 很替你 我也很替你開心 接下來 我們就用分數來肯定你 這陣子每天苦練 把你的舞蹈融入在生活當中 連去賣場買個東西 都要倫巴WALK的王瞳 到底可以獲得到幾分 評審老師,請給分 好,第一棒王瞳搭配楊廣正老師 好,今天的表現呢 不只是評審觀眾朋友 連瞳瞳自己都非常的驚訝 他的病被治好了嗎 到底分數會是多少呢 目前他在84.4 4.5.6 7.8 8.9 85了,還有沒有 往上衝 85.3分 而且四位老師不約而同 都是85.3分 我知道你的表情可能還有一點懵 因為不要這分數高還是低 我告訴你 非常高 恭喜你 暫時 暫時恭喜你 接下來 我們真的很期待 你可以來參加明星舞王舞后爭霸賽 好不好 好 太好了 麻煩你 為我們抽出下一位 對 方順吉 好,大家好 歡迎方順吉 帶來精采的表演 林鄭 又是路逢人 思念故鄉親賣的你 南水愛走前輩 一望回去想你 啊 為驚你 有驚風風來冷凍 但看春天火起時 我的心肝肚肚肚肚 啊 為驚你 有驚風風來 天吾村天火起時 謝謝方順吉、朱瑩老師 帶來的 浪子未愛走天涯 我先講我的感覺 來,老師,我們站在那邊 我跟你講 五年多了 我第一次看你 看過這麼特別的倫巴 那種感覺是 有沒有,真的是浪子跳倫巴 而且剛剛那一招是什麼 那一招 風火輪還是雲手 天啊,我不知道倫巴這一招 我不得了 這是老師設計的 本來我們節目 這種倫巴系列的 蔡佳麟一直是第一名 對 你一出現之後 他馬上變老二了 你開口很讚耶 而且朱瑩老師搭配的分合非常好 他就是浪子身邊的小女人 是嗎 你也完全詮釋了這個舞名 對 恰如其分 你們是要感謝老師的精心設計跟安排 老師不用設計 他叫為你量身打招的 真的是量身打招 他不用另外設計 因為老師當初在設計 這個舞步的時候他說 跳 我可能一定 就會跳出人家 可是如果在劇情編排上面 我們融入劇情裡面 把那個感覺演出來這樣 OK,這是你的說法 可是祝瑩老師一直說 不是,來 祝瑩老師 他說不要再來了 不是 他不是說不要再來 老師反駁一下 我不是說他沒有這個能力 是因為我有問製作單位說 對手都是女生還是男生 他們都說是男老師帶女藝人 所以我就說既然是這樣子的話 我們一定要來一點特別的 對 是,我很想知道 剛剛那一招到底是 我真的不知道倫巴這一招 這是什麼 你們是融入太極還是融入哪一個 你做一下 有,好 這是你的 這是什麼版本 對 我們男生一樣來比劃一下 我愛廣正老師 我自己 我好像看過你說過類似的東西 我不知道一不一樣 老師,音樂請下 是要音動啦 等會兒 音樂不要停哦 兩個同時一起來 一起來 你不要前面的 直接打開就好 對,直接打開 預備,你抓他拍子哦 掌聲鼓勵 謝謝楊廣正老師 謝謝 謝謝 老師相去不遠 不要說舞技的問題 好 讓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 方順集 太極融合在倫巴裡面 這個是一個非常聰明的決定 但是我們回歸正題啦 方順集 這是你人生的第一支國標舞 是的 完成之後你現在的心情是 如釋重擔了 因為當初所有身邊的人知道 我要接這個通告 所有人都叫我不要接 叫我放棄 然後說如果去了 跳得不好一定是煩效果 絕對我沒有加分 可是我後來我覺得說 因為我的個性是說 如果要嘛就不要做 如果決定要做了 我不敢說做到最好 然後我就會盡全力把它做到 盡戰盡力 所以你們在練舞的過程當中 因為朱瑩老師是很嚴格的 該嚴格的時候嚴格 然後該鼓勵的時候他會鼓勵 你有沒有 他嚴格講得特別清楚 不是,因為他腰痛 所以我可能一開始不知道 然後他開始拿藥出來吞的時候 我就 蛤 為什麼你需要吃藥 他說他... 你自己講好了 因為我本身是不能穿高跟鞋的 因為我先天氣那個脊椎滑脫 然後又有開刀 所以不要說跳完了 光穿高跟的鞋 這十分鐘應該就會受不了 什麼動力讓你繼續堅持下去的 我覺得應該是被老師感動到 因為他跟我說 我說了一句話說 我希望可以幫你 可以幫忙到方順其 讓方順其可以在這個舞台上 重新曝光 讓更多人看到不一樣的我 我是... 後來是因為這樣我才決定做了 然後我都覺得說 因為今天來 我覺得我不是在比賽 我覺得因為輸 我可以輸了我自己的份 我覺得我不能把老師那一份也輸掉 感覺兩位 真正的男子漢 而且有感覺是革命情感 對啊 你們已經跳到連佩玲老師都掉眼淚了 對 我們看到了 而且老天爺也送了你一份 非常珍貴的禮物 那就是老婆到現場來支持你 對 還有你的孩子寶貝也在現場 來 歡迎 小心 全家大小 歡迎 好漂亮的老婆 三個非常健康可愛的小寶貝 歡迎 方太太 你好 剛剛看完老公跳舞 第一個直覺是什麼 我好緊張哦 為什麼緊張 我都替他緊張 感覺他跳好像你在跳一樣 就因為他沒有跳過舞 就是... 而且他腰真的一直在痛 是 所以你也看到他的努力 那你覺得他今天表現怎麼棒 很棒 很棒,我覺得很棒 謝謝 好棒 聽老公唱了一輩子的歌 第一次看老公跳舞 那個感覺很有情趣耶 他在洗澡的時候 我又偷偷地在那邊練 感情你是光著身子 在倫巴握開 我... 你不要有那一種 畫面來了 沒有 因為我下班的時候 小孩子大概都就勤了 我是那種習慣在 別人看不到的地方 默默練習的那一種 OK,別人看不到的地方 那為什麼老婆看到了 他沒關... 因為他不是別人 他是跟我生了三個小孩子的人 不是,我的意思是說 他沒關門 還是他... 沒有關門,可是因為聽得到 腳的聲音 腳在踩踏的聲音 所以你就知道他很努力地 在完成他的人生第一支國標舞 不過說真的,順吉有... 其實他有提過說 這一支舞蹈 其實他想表達出 他對老婆的愛 簡單講這支舞蹈 實現給他深愛的老婆 說一下 為什麼 經歷了什麼嗎 這十幾年來 我覺得一直在默默 盯著我的人是他 因為我覺得... 我常常跟他說 我像他永遠做不好 做不及格的老公 也是因為有他永遠不及格的要求 我才會有更好的我 而且... 說得好 講得非常非常棒 而且他的不離不棄 對 把你帶到今天 現在 所以我常常跟他們說 我們雖然現在 生活不是很富有 可是我現在 如果窮得只剩下你們 我也很開心 在我們的眼裡 你是最幸福的 加油 你擁有很多人都沒有的 有一個 這麼愛你的老婆 跟三個這麼可愛的寶貝 就是你最大最大的財富跟資產 謝謝房太太 謝謝三位小朋友 我們台下先休息 謝謝 拜拜 好感動哦 人生已經很圓滿了 結果你跳了第一支國標舞 接下來更過癮的一件事 這次來看分數了 邀請目前的最高分 來到舞台中央 歡迎王瞳、楊廣正老師 王瞳拿到85.3分 非常高的分數 方順吉完成他人生 第一支國標舞 非常有特色的伴侶 永遠的伴侶 方順吉 到底可以獲得到幾分 評審老師,請給分 好,也是第一次獻出 國標舞的方順吉 搭配朱瑩老師 他們排了一個 故事情節的倫巴 能不能拿下高分 好的,分數來到84.6.7 到底分順吉 可以拿到多少分呢 好,85 85.1 85.1 85.1分 王瞳老師、佩玲老師 85.1分 KIMIKO老師、藍波老師 85分 對 小贏了0.2分 小輸了0.2分 是 可是我相信在朱瑩老師 還有方太太 還有寶貝的眼裡 爸爸永遠是最棒的 謝謝 來,麻煩你為我們抽出下一位 好,接下來我大膽預測 應該姓楊 而且他的顏色很特別 那不是我 掌聲歡迎 楊佩潔 好 歡迎佩潔帶來精采的表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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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坐著,沒做到什麼 在看著,不停留著,不停留著 不然你不要擔心 不然你試試 不然你試試 不然你擔心 不然你擔心 我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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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楊美傑 還有楊凱茲老師帶來的 好看,你就來 來 我真的非常非常的驚訝 你今天的表現 我想不到你是這麼有能力的 一個舞者 但是有一件事情 我還滿訝異的 什麼事 你竟然不敢跟老師四目交接 我覺得我看他 我就會... 就會不敢跳 太帥了 因為我要在那裡搔手弄汁 然後他就這樣盯著看 我覺得很赤裸 我懂 我懂 感覺自己好像沒穿衣服 那種感覺 對,然後我還要勾引他 我的天啊 是 但重點是後面 你後來怎麼克服的 對啊 其實我有找一些幫助 譬如說我就問 因為白家綺之前跳過 我就問他 他就幫我想一個 在這一首歌裡面的角色 跟潛台詞 潛台詞對演員很重要 所以像我在指老師的時候 我本來是就這樣子 可是後來我的心裡面真的 剛剛在跳也有 就是你過來 就會有那個態度 演員 對 我是用這種方法啦 轉換一下心情 跟那個角色的扮演 對 你就可以做到 心裡要有話 老師要求的 那就歡迎目前最高分 來到舞台中央 來,歡迎王瞳 楊廣正老師 他們兩個現在手牽手 感情很好 我們其實很早就認識 他剛說到我就認識了 我們同性之後就認識了 第一部戲 認識這麼久的好朋友 交情又這麼好 可是在這個舞台上 就是要見真章 佩潔可以超越王瞳的分數嗎 評審老師,請給分 好,也是第一支國標舞 獻給我們的楊佩潔 搭上楊凱鈞老師 好,非常可愛 非常活潑 甚至有自己獨舞的恰恰 可以拿下多少分 分數來到84.7 84.8 84.8 往上攀升來到85.1 85.1 85.1 85.1分 第一支分數 滿意嗎 滿意 我覺得老師們 評審們對我很好 好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 那當然最後一組不用抽了 我們就直接歡迎楊雅筑 帶來精采的表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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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love my heart is in Havana There's something about his manners Havana, oh no He didn't walk up without how you doing When he came in He said there's a lot of girls I can do it But I can't without you I'm forever in a minute That's all my night And Tyler says he got my low in him He got me feel like ooh I knew it when I met him I loved him when I left him I got me feel like ooh And then I had to tell him I had to go Oh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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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vana, oh na na Half of my heart is in Havana, oh na na He took me back to East Atlanta Oh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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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heart is in Havana Oh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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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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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y Oh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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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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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 謝謝楊雅筑、林文藝老師 帶來的舞妹 我現在覺得 此刻心中最難過的應該是 雅筑 剛剛在舞蹈當中非常明顯 我們看到一個失誤 但是 我想告訴你的是 我看到的是 感動 因為 有時候真的不完美 才是完美 那個跌倒之後想努力站起來 那才是最動人的舞蹈 最能留在觀眾心中感動的舞蹈 我們再給雅筑一個掌聲鼓勵 好不好 真的不容易 那一下很重啊 我從來沒有打過你的腳 所以為什麼有時候上場千變萬化 有時候你真的不知道 哪一分哪一秒 下一秒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或許我們講這一些 可能無法一時之間 無法平復你對自己的自責 那我們先聽聽看 老師們的看法好了 佩玲老師 剛剛其實我的感動 是在於你跌倒起來 跌倒起來 這就是一個很印象深刻的一個舞媽 真的不要難過 你知道以前那個世界冠軍 Doni Bun 他常常在表演的時候他就跌倒 可是他跌倒的時候他就再站起來 重新跳 大家給他更大的掌聲跟鼓勵 連世界冠軍都會跌倒了 那我們其他人又算什麼 對不對 雅筑 可以再給你很多次機會 舞力全開 永遠為你開著 你一直會再一直進步 那個跌倒不算跌倒 謝謝 好 邀請所有今天的藝人 還有指導老師來到舞台中央 來 歡迎各位 中間請 王瞳的分數是目前的最高分 85.3分 楊雅筑那一疊會把他的冠軍 給跌掉嗎 余燦老師請給分 好 捲土重來 楊雅筑搭上林文藝老師 大家都看得出來 幾乎相當多的他 因為一點點跌倒 到底結果會如何翻轉呢 目前分數來到了84.6、84.7 84.8 沒有問題 一定到85的 到底會是85點多少 85分 文藤老師85.1分 其他三位老師85分 我知道你不甘心 絕對不會滿意的 但是這絕對不會讓你打造 你想繼續跳國標舞的念頭 繼續加油 還有包括其他兩組藝人 佩潔還有順極 期待有機會 你們還是可以站在這個舞台上 當然最後我們要恭喜我們的 王瞳還有廣正老師 成為我們 童星轉大人 舞技不輸人 特別企畫的冠軍 獲得我們的MVP獎金一萬元 恭喜 還有廣正老師 恭喜 馬上進行特別企畫 藝人國標爭霸賽 這次邀請到三位藝人 前來挑戰熱情洋溢的國標舞 而出場順序 則由現場抽籤決定 三組表演完畢獲得評審老師 最高票數者 即成為特別企畫的冠軍哦 好的 接下來要隆重為大家介紹 今天挑戰國標的藝人 到底有誰 首先歡迎舒子晨 接下來要歡迎的是小CALL 最後一位歡迎的是璐瑤 歡迎你們 來 哈囉,大家好 是的 我們愛妮雅三朵花出現了 是 最新團體 平常看到你們穿便服的樣子 跟穿國標的樣子 完全的不同耶 是 我真的覺得更有味道 更有女人味了 而且有說不出的氣質 所以千萬不要講話 千萬不要講話 我知道你馬上接話 千萬不要 保留這美好的五秒鐘 他接話總比接劈腿好吧 我們不要再劈腿 我來不及其他 我來不及其他 師兄,你劈腿那一集之後 我們節目網路被灌爆啊 我覺得他根本就是跟其他 兩個藝人下馬威 今天三位各有各的強項 各有各的秘密武器 到底是什麼 今天看了就知道了 但是我想請教三位就是 第一次跳國標舞嗎 對 對 第一次 你是第一次 我是第一次 露瑤也是第一次 其實算是 小Call 也沒有 你之前來跳的是... 我上次來跳 大概兩年前是現代舞 舒子晨,你今天把頭髮整個 包起來往後梳 很美耶 很像 有一點多了 這種事情不是應該別人說嗎 你是... 你剛剛這樣走過去 有點像廉價航空的 沒有 廉價航空很有專業的 不一樣 抱歉 我跟你講 接下來你們要緊張了 沒有順序的安排 之間抽籤決定 誰是今天的籤王 沒錯 姚老師,可以麻煩你為我們抽出 今天第一組的藝人是誰嗎 希望是小Call 公開公正的告訴大家到底是誰 超緊張,應該不是我吧 這麼幸運 什麼 舒子晨 是的 加油 好,那我要請問你 你是選擇哪一個舞峰 好快哦 捷舞很難耶 很難哦 老師是依照我的個性 去幫我選舞的啦 你這樣活潑是不是 對 我們就直接來看好了嗎 好 歡迎舒子晨帶來精采的表演 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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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舒子晨、吳俊錡 帶來精采的表演 好多托舉、高難度的動作 而且在這邊我... 而且我的鞋子都掉了 梓晨 你非常非常的有專業的精神 你從頭到尾把它堅持到最後 而且捷舞是一不斷的踢腳 對啊 你還有辦法用你的五爪把它扣住 堅持到最後一刻 然後我現在仔細看 你的腳整個都纏了很多的繃 這個OK棒 就是因為我之前是練鋼管 對 就是因為要爬嘛 然後就是摩擦力 然後腳都破皮 然後穿這個五鞋就是累了會痛 很痛對不對 就先把它...先把它纏起來 好辛苦 還是讓你喘一口氣 我們先聽聽看老師的看法 好 佩玲老師 其實阿土老師很聰明 他用了很多雙人的特技動作 來遮掩你的捷舞的基本步 練習時間的不足 但是其實你這些雙人的技巧 其實也不是這麼容易 我覺得最好的就是你從頭到尾 雖然你很緊張 你的笑容是一百分的 謝謝老師 然後你從頭到尾的姿勢 也是一百分的 謝謝老師 那你覺得跳國標跟跳你平常的 鋼管舞或其他的熱舞 最大的不同的感覺在哪裡 就是國標就是都是用這一塊 去跳舞 這一塊 核心這一塊 肌群很重要 背要就是... 就是國標很喜歡看女生 就是扭這個背 這個曲線 我就不太會 你不但會扭 你很會扭的啊 扭的地方不一樣 因為我們平常扭是整個頭下去 可是國標就只有這一段 然後我就用太會 再來一次 那就會了咩 對不對 很好用耶 我是不會跳 可是我很會教 傻傻的 是... 最後呢 其實他這邊跟所有的觀眾朋友 報告一下 我們這一次看成績的方式是 最後三個人跳完之後 我們就一起看 最後再決一生死 是 你此刻有什麼話想要對 其他兩個選手嗆聲的 加油囉 謝謝 好輕微喔 加油囉 好 因為他懂我們的緊張 他知道我們在緊張中 對 好緊張哦 其實我們已經快要忘記怎麼跳了 對啊 可以快一點嗎 還來 你們還在挨冰政策 我才不相信你們呢 好 我們要請子晨幫我抽出 下一組的選手 到底是 好 小Call還是我們的露瑤 答案就是 把他的名字念出來 答案就是小Call 好,我們謝謝舒淇淳 謝謝吳俊錡 請先休息 你很有自信嘛 你根本... 我在偽裝我的自信 因為其實我從一開始 在練舞的那個過程中 最缺少的就是自信 看不出來 真的哦 我演示得很好 你越來越漂亮 謝謝 我也知道 你一直在自己的本位當中 你很努力 包括他身上 那個腹肌的線條 我剛剛私底下看了一下 聽說他每天做那個洛克馬 你一天做幾個 最近比較偷懶 但是如果說真的要認真做的話 一天的份量 一天的份量 對 為什麼要訓練這個 其實還有個原因 因為其實當初 我也跟子晨一樣 是要去學鋼管舞 然後呢 因為我發現我的手臂的力量 根本不夠 沒有辦法支撐我的身體 所以我才發現說 我要把我整個身體的那個肌力 把它訓練出來 所以你這次國標舞 你挑戰什麼樣的舞科 為什麼這個世界上 有這麼多傻的人呢 不是 你們有志一同啊 你為什麼選擇捷舞 因為其實我覺得 我自己的個性是適合那個 很輕快的節奏有沒有 是 然後我不太適合那個很優雅 因為很優雅 大家會覺得我好像 是,那你可以跳恰恰 恰恰 算了嗎 不要 我真的不會跳 所以後來我剛剛聽到說 捷舞是最難的 其實我還冒了一下寒 寒 對,因為我想說 我挑到的是最難的啊 對 好,那我問你最後一句話 你覺得你有什麼地方可以贏過子晨 怎麼,沒聲音了 你等一下這支舞蹈 你覺得你的必殺舞技 什麼地方可以贏過他 我真的沒有把握耶,其實 因為其實我覺得 在那個學習整個舞蹈的過程中 其實我是一個很容易緊張的人 然後呢 我很怕等一下會忘記舞步 因為我的腦子其實不中用 好,所以你要我快的意思好不好 好,身頭一刀,縮頭一刀 對 歡迎小哥帶來精采的表演 快點 女士和女士 這是MAMO No.5 五、二、三、四、五 兩、三、四、五 大家都在在那裡 好,來自行 要來自行 來自行 高跟二、三、四、五 二、三、四、五 二、三、五 一、三、四、五 我們在行 I must think we first talk to you I like Angela Pamela Sando And Rita And as I continue You know they getting sweeter So what can I do I really bad you my lord To me certain is just like a sport Anything stop It's all good Let me jump with me Sang in the trumpet A little bit of Monica in my life A little bit of Erica by my side A little bit of Rita's all I need A little bit of Tina's what I see A little bit of Sandra in the sun A little bit of Mary all night long A little bit of Jessica here I am A little bit of you makes me your name I do all to Far in love with a girl like you You can't run You can't hide You and me gonna touch the sky A little bit of a girl like you A little bit of a girl like you Come on A little bit of a girl like you A little bit of a girl like you A little bit of a girl like you 好 謝謝小高剛跟游家明 那很精采的表演 100分 在我心目中絕對是100分 妳知道現場的人多麼開心 評審老師每一個都笑得好開心 尤其是舒子晨笑得最開心 沒有 我是因為覺得 他的音樂非常的開心 因為音樂還開心 所以妳只有兩個字 妳今天不要一直挖洞給我跳 不過我覺得小CALL 妳今天表現得非常非常的可愛 已經撇開武器這個問題了 對 真的 我覺得我要在這邊 我要謝謝三位藝人 今天願意來挑戰自己 跟別人一平高下 我覺得這個精神 我們要非常謝謝你們 來 給他們掌聲鼓勵 而且因為他們來 我覺得讓國標看到更多的 更多不可能 是 因為像比如說紫辰的身上 我們看到其實國標 可以跟街舞做結合 是啊 在小CALL身上 因為國標跟 好不可能的事情發生在這一集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其實家銘老師有跟我講說 我說等一下小CALL 你就盡情的把你的肢體給拉開來 我說好 那我就知道 所以我就... 他是叫你肢體拉開 不是叫你嘴拉開啊 對 所以我發現我有點瞞不過來 你知道嗎 而且你開到 剛剛KINO跟我講 我們有看到 你不小心也踢到嘉明老師了 有一個你們兩個閉腿 好像要踢腳是不是 對 感覺你有給他膝蓋 後面那個窩貓下去的感覺 我覺得你們兩個在互踢 你們是在跳探戈還跳捷舞啊 好忙哦 不過你是我少見 非常厲害的一個藝人 真的假的,謝謝 沒有 好,真的好 真的啊 你還是連珠泡耶 你還是可以一直... 所以你的體力真的很好 好,挺... 我唯一只有體力好 其實我覺得我能贏的就體力 這是你最大的本錢啦 就只有本錢 不要忘記他可以坐一千兩百下的洛克馬 對啊 這個很難看 你是... 你是琢磨鳥是不是 算了... 我們聽聽看老師的看法 佩玲老師,你喜歡這支舞蹈嗎 掌聲鼓勵 你知道小KINO他有一種那種 好難懂哦 什麼叫不協調中的協調 但是動作是 可是呢,他又合得到拍子 然後他拍子沒有打到的時候 他就用他的頭來點 就... 因為跟大家都不一樣,很特殊 然後人家腳比較直 你腳就比較彎 所以你特別的突出 所以這種突出呢很... 老師,這是讚美嗎 不是啊,有時候這是一種特色啊 你知道小KINO的特色 他就是一個親和力很好的一個藝人 而且很漂亮又很可愛 所以我說你的這條舞是 是不協調中的協調 對,謝謝老師 好,謝謝佩玲老師 他打開了新的格局 創造了新的國標舞 佳銘 他練舞的時候也是呈現這麼... 氣氛非常好的狀態嗎 對,他... 不知道為什麼他... 我都累了,他還不累哦 上到時間 老師,今天我們練到這邊 老師再陪我跳十次 跳完的時候 老師,再十次好了 就有時候說再十次 好,但是我後面有一堂課 其實沒有 但是我說喔,我要先走 不過聽說他技舞的用法 滿特別的 對 他剛剛有一個大棚展翅是不是 對,要...那是小鳥 老師就說點一下小鳥飛 然後我就會忘記這個 我不是說老師,我沒有小鳥 不是 因為... 因為我忘記 我想說我怎麼會少了那幾拍 我沒有小鳥 然後我就緊張了 所以你這個舞步就是 你用記的方式是不是 口訣 口訣,對 就... 小鳥... 那個... 靜開盒 轉圈... 然後就...就開始 怕怕怕怕肉 老師,張美女,你啊 對 我就這樣子記 我覺得他左右會有點不分 像我們有一個步子 就是我說我們這邊 它是踩右腳 然後踢左腳 然後後、旁、前 這樣子 所以是前踢、後、旁、前 然後小鳥他就說 前踢、後、旁 不是應該踢左腳嗎 他要怎麼還是右腳 他可以... 他很厲害就是他重複一隻腳 不知道可以用無數次 前踢還是右這樣子 永遠都是右 對... 小鳥,你讓自己的動作更難耶 我都在炸著 然後我就覺得 老師,為什麼我做起來都好忙喔 真的,我們也覺得你很忙 因為人家只要 動、動、動就回來 你一定要動、動、動、動 然後還要回來再這隻腳 然後再回來回來 還要再這隻腳 所以我回去是這隻腳很痠 對 你不解釋 我們也猜得到 我就覺得 好快要廢了 我想聽聽看 姚老師,你的評語是什麼 我覺得你抱錯組耶 你應該抱那個現代舞組 真的嗎,老師 為什麼 好,姚老師 我現代舞本來就沒有限制 沒有框架嘛 所以他可以自由的發揮 跟自由的想像 但他在跳的時候 他完全靠他自己的 自由的發揮跟想像 去做他的捷舞 所以呢,他有特殊的風格 是別人沒有的 真的完全沒有 因為你永遠的拍子都是 要下去膝蓋才上來 就是... 就是... 永遠 永遠會比那個 時間慢半拍就對了 然後我覺得這個比較難是 你是我第一個看到 個兒這麼小 然後靈活度這麼... 我來以為妳要好美,不好意思 我們都以為妳要讚美 你適合去那個太陽馬戲團裡面 他有很重要的一種角色 好像醜角 可是那不是任何人可以去 去演繹出來的 他有他的一個特殊的那個 身體的風格 你真的要去好好去研究 你自己的特色是在什麼地方 他可以變成是一個 你自己個人非常... 只有你有的 邀老師,我覺得你人太好了 我覺得你推薦他去太陽馬 他會真的認真去 真的,你怎麼知道 他每次演的都跟彩排的不一樣 音樂也照顧他 我是怕被送到馬戲團餵獅子 他有自己個人特色那種喜感 是別人沒有的 可是真的就是 你的協調性真的是... 不夠,我知道 因為其實我是嘻哈甜心出道 然後那時候我的舞蹈老師 他有說過 他只要把我教會 就等於教會全世界的人 因為他沒有看過一個 那麼不會跳舞的 我沒有辦法有那樣子的節奏感 而且我可能從小 沒有聽音樂的習慣 所以我沒有辦法跟音樂 就是做一個很快的一個融合 所以我覺得這是我最大的缺點 所以我一直以來 都希望我自己在舞蹈的時候 可以把音樂聽到我的腦子裡 但有時候我真的很緊張 我沒有辦法融會這樣子 但是你願意挑戰自信 已經很棒了 謝謝 音樂本來就是 你在日常生活中會接觸到的 你只要放輕鬆 你就跟著他擺動 他自然就會進來了嘛 你就是太緊張了 你一直告訴自己說 我這個聽不懂 我不會 我不知道一、二、三在哪裡 你越要去聽他 你越聽不懂 好,謝謝老師 緊張是大家都一定有 但是我覺得你要克服這一關 怎麼讓自己站在這個舞台的時候 你要很鬆 然後你要很放鬆的去接受音樂 用心感受音樂 我相信你會更棒的 好,謝謝 來,我們現在要麻煩小CALL 為我們抽出下一個藝人 是不是露瑤呢 來,到底 露瑤 露瑤 謝謝 就是來,謝謝我們小CALL跟佳妮 請先回座休息 謝謝 好,再一次歡迎露瑤 天啊,我快要同手同腳了 怎麼啦 你剛才玩這一段應該放鬆很多啊 對啊,你應該... 露瑤是有放鬆啦 但是現在站上戰場了 還是會緊張對不對 對啊,好緊張哦 我肚子好痛哦 我想請教你 他們兩個都選擇了捷舞 你今天選擇的舞科是... 我用刪去法耶 來,教我們你怎麼刪 有五個舞科嘛 倫巴是因為動作比較慢 它的那個味道要比較對 我怕我撐不起來 OK,刪掉了 對,然後腎巴太難了嘛 聰明 再刪掉 對,刪掉 然後捷舞就太快 我怕我跳完會很喘 或是我跟不上 體力不夠 刪掉,剩兩個 剩下鬥牛跟恰恰 鬥牛不可能啊 這是什麼 這樣子嗎 你這個鬥牛有那個 三太子要上身了 鬥牛很難 他要一個霸氣 可是我覺得我撐不起那個霸氣 所以就選擇了恰恰 對,所以最後就是恰恰嘛 是 你看完他們兩個的表演之後 你對你的恰恰有自信嗎 應該比較有自信 好,我們就直接來看你的表演哦 好 歡迎露瑤帶來精采的表演 謝謝 好,我們 momentos無聊才關al 要不要超快的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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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帶來精采的表演 你剛剛表現的颱風非常穩健 謝謝 先不談你舞蹈好不好 那個颱風那個態度 我真的覺得很棒耶 對啊,你很沉穩 是 然後老師又帶得好 剛剛這段表演 你們兩個要緊張 有壓力了 因為其實老師有跟我說 他說因為我們是速成班 所以就是態度很重要 要很從容 對 你做得滿好的 我們聽聽看KIMIKO老師 你的看法 我先講 我覺得今天這一組的賣相 很漂亮 就像剛剛怡君講的 我覺得會不會跳舞啊 今天對這三對參賽者來講 其實重要的 我們看的是他們那個 努力的那個心意 今天我相信第一件事情 我覺得露瑤妮上台啊 很多很漂亮的 很有女人味的角度 搭配上這個音樂 你都有把它hold出來 這已經是很厲害的一件事情了 因為其實還是很緊張對不對 對,我到現在還在緊張 跳完了耶 還是很緊張 跳完還是很緊張 對,因為其實我在練舞的時候 我覺得老師在整我 忠浩老師在整你 為什麼 有,因為其實在練舞的時候 我是生病的 狀況不是很好 然後記憶力比較薄弱 然後好不容易練好了 回去他又簡訊說 我覺得我們什麼地方 還是要改一下 所以明天我們再換 OK,好,明天改了 改完之後回去 他還是不滿意 他說 但是我覺得還是有一個地方 我們Andy還是重新換一次好了 所以最後我不確定 就是在昨天 露瑤妮在昨天 對 仲浩,你把它當作你的舞伴 在排舞是不是 沒有,他跟我說 我覺得藝人不是就是很厲害嗎 好 好,露瑤 你覺得你這一次 第一次的國標出體驗 感覺怎麼樣 其實還滿過癮的耶 我在上場的時候 我最後一個冥想 就是告訴自己 享受舞台上的自己 享受當下 很聰明耶 已經馬上體悟到這一點 這一點是 很多國標選手來這邊好幾次 才有的一些領悟 真的 讓自己放鬆 做出最好的自己 我覺得這樣是非常好的 反而是小Call 你太緊繃了 其實會影響到你的表演 但是這個也不確定是 每一個老師心目中 他的冠軍是誰 我們再聽聽看 其他老師的看法 佩玲老師 你對於剛剛 恰恰 你有什麼樣的看法 其實大家都覺得 捷舞是最難的 然後露瑤,其實你錯了 你選到最難的 恰恰才是最難的 真的嗎 一般不是都說 倫巴跟恰恰是最簡單的嗎 對 倫巴它是難 但它是慢 所以你可以用很多線條來掩飾缺點 但恰恰它其實是快 那它重心展開又要很好 你才會有身體的動作 所以你倫巴跳得好 你才有可能恰恰會跳得好 那你恰恰跳得好的話 你的臀部動作比較靈活 你才可以進入到森巴 那捷舞是另外一個系統的 所以捷舞的重拍在雙數 所以捷恰,捷恰的時候 那個所有的雙數是下起,下起 剛剛前面兩位都是表現得非常好 但是拍子處理也不是這麼好 那露瑤在所有的1跟3的點都有到 但是4眼不夠短 所以你的1跟3也變... 也顯得比較弱 但是你整個台風 還有整個的... 舞步的編排都是好的 那我覺得你最好的一點就是 你看起來像自己是一個女王 是一個巨星 所以你們三隊 其實我們評審很難評分 都希望你們三隊都可以再來一次 這個結果好像不好也不壞 再來一次就是... 所以今天沒有要評分了 是嗎 你希望沒有嗎 怎麼了,你為什麼這樣問 你希望要還不要 今天沒有要評分 所以下次要再來比一次嗎 我們今天還是會評分 沒有這回事 可是你們還是要再來 是 你越緊張 其實觀眾越想要看 再次邀請兩位選手 就是我們的小CALL 還有舒子晨 我覺得三組選手各有所長 到底哪一組會是評審老師 心目中的冠軍呢 首先要邀請我們的 淑芬老師,請舉牌 請舉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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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可不可以用最簡短的方式 好,謝謝淑芬老師 好,謝謝淑芬老師 接下來請教佩玲老師 請舉牌 請舉牌 陸搖 請跳 為什麼呢,佩玲老師 他的每一個動作讓我覺得說 他的完成度是比另外兩隊好一點點 好,謝謝佩玲老師 KIMIKO老師,請舉牌 小CALL一票 謝謝 可是我... 為什麼 其實我覺得我今天不會有票耶 妳很棒,要對自己有信心 大家哭了啦 老師,謝謝妳給我一票 我覺得GINO剛剛講得很對 因為我希望小CALL 妳成為我們舞力全開的吉祥物 妳今天的表演 給了所有害怕舞蹈 不相信自己有可能可以跳舞的觀眾 所有的朋友們一盞希望之燈 所以我覺得它很好 因為表演有很多的方式 然後讓所有的人感覺快樂 這是我覺得在舞台上 很厲害的一件事 謝謝KIMIKO老師 我想輸贏已經不是那麼的重要了 因為你帶給我們是一份認真 然後正面的能量 謝謝你 謝謝 是,你們三個現在真的不要有壓力 因為有壓力的是藍波老師 是 他是最關鍵性的一票 藍波老師,請舉牌 到底是誰 恭喜我們特別計畫的冠軍 就是我們的陸瑤 可以見到我們說明原因嗎 藍波老師 我為什麼後來要給陸瑤 我覺得其實 我也很喜歡紙承 因為紙承其實他有很多 高難度的動作 但是我覺得 我們今天講國標舞競賽 我覺得內涵 就是他本身還是要在 國標的基礎上 今天那個陸瑤 其實在男的動作非常少 他完全就在中規中矩 就是腳步上的運用 他雖然沒有大招 可是他是在國標舞上面的 邏輯在走 然後我覺得紙承間可惜一點 就是在腳步的運用上 少了一點 會變成一直在 有一些大的動作 可是他少了真正重要的 他的核心、他的節奏感 沒有展現出來 我覺得這一點就是 我沒有給你票的原因 但是說實在一點 你剛才在上面表現 是非常漂亮的 好,謝謝藍波老師 今天的冠軍出入了 真的是我們的陸瑤 他也流下了感動的眼淚 是啊 你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 那個感覺是什麼 其實我到現在都還是很澎湃 心情很澎湃 因為我沒有想到 我在表演的當下 是真的把它完成了 因為我在彩排的時候 其實一直沒有跳好過 那就像剛剛KIMIKO老師說的 就是我已經放手一搏了 因為我覺得我沒有辦法達到 這麼專業的地步 那我就是享受當下 是 一句話 享受當下 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當然梓辰跟小KIMIKO 也表現得很好 謝謝 非常恭喜陸瑤 成為我們藝人國標爭霸賽的冠軍 是的 可以獲得我們的一萬元獎金 恭喜陸瑤 恭喜你 恭喜 謝謝鄭浩老師 謝謝 每位藝人選手使出渾身解數 將對舞蹈的堅持與熱愛 呈現給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們 看完這麼多精采的演出後 是不是讓您意猶未盡呢 更多精采內容 請持續鎖定 《愛妮雅舞力全開》